为什么你们今天选择到完美告白 到这儿来把杯子送给老师呢 为什么不能在课堂上送给他 因为我们很强 周老师不能接受我们的礼物 因为周老师平时不会接受你们的礼物 所以你们非要到这儿来送 他才有可能会接受是吗 是 还知道我们大家伙凑钱给老师买保温杯 我想问一下这罚子谁想出来的 是你们爸爸妈妈教你们的吗 是 我们看周老师太辛苦了 身边还跟我们上课 我们想给他们买个保温杯 你们太懂事了 太懂事了 来为他们鼓掌 为他们给个掌 你们爸爸妈妈呢 去世了 你爸爸妈妈去世了 不在了呀 那你是跟着谁呀 奶奶 跟着奶奶啊 哎哟 你呢 我爸爸妈妈去打工了 爸爸妈妈去打工和新年了都没回来看我呢 我爸爸妈妈也在打工 都是留守儿童啊 今天是你们四个人自己来的吗 那还有校长 校长带你们来的呀 校长在哪里 校长 您贵姓 我姓段 我们是来自湖北省 恩斯市新堂乡一个农村小学 我们学校目前有80%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这些孩子的心理 这些孩子的心理特别的脆弱 一个六年级孩子 父母六年没有回家 就在去年年前 父母告诉他可以回来 但是这个父母后来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而这个孩子做出了令我们大人想不到的举措 用他的红年经结束了自己的12岁的生命 所以介于这种情况 我们学校涌现了像朱老师这样爱港敬业 关爱关心这些孩子的老师 我们学校有这样的老师我们感到骄傲 有一位12岁的孩子已经用生命换了这个教训 所以我让孩子们 家长们一定要记住 孩子们在等待你们 等待你们回家 厄所坐落在大山中的学校 总共容纳了600多名留守儿童 老师们对孩子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 要付出更多的关心 周老师患上白血病 还接受课堂的事情 在学校逐渐传开来 这一毛钱一毛钱凑起来的保温杯 代表着学生们对周老师最真挚的感谢 那么身患白血病 又从不收学生礼物的周老师 会来到现场接受学生们的告白吗 今天特别希望周老师来吧 希望把这个保温杯亲自交到他手上吗 希望 那我们谁来开启告白之门呢 我 好 来 你站到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得小心一点啊 问一下你 周老师要是今天没来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也要在电视上跟周老师说 请你休息一下吧 周老师现在身体到底怎么样 身体 周老师总对着我们说还可以 那周老师如果这个因为生病不能教你们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想 现在好好学习 读上高中 让周老师开心 我的大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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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书 看看周老师会不会来到现场啊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按下去 给我一个微笑 我的浑身是力量 你给我一个眼神 我就找到了方向 你放开双手 让我傲有知识的海洋 老师呀老师 你像我兄长 老师呀老师 像老朋友一样 老师呀老师 是我学习的朋友 你给我的一切 我永远不会忘 周老师 周老师来来来来 你一天到晚跟这项的一些小可爱在一起工作太快乐了 啊 快乐 这么多年了 咱们爷俩好像也没说过什么太肉麻的话 或者是 今天借助这么一个舞台 我想说爸 这么多年您辛苦了 谢谢您 我爱您 这都是大应该的 谢谢 直到正白衣服才懂 和你更容易 每次离开 总是装作 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 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 你多想和从前一样 牵你温暖手掌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托轻松手去安康 时光时光满血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难 我愿用我一切怀你岁月长流 一生要想的爸妈 我能为你做是什么 两个男人在一起生活 有的时候是挺无聊的 不知道聊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 父爱是什么 父爱就是支撑你的亲身力量 父爱是一副严肃的表情 甚至是就要打到你脸上 又往回缩了45度的那个巴掌 心里后的男生 眼泪要掉出来了 看不出来啊 如此粗犷的 长得好像马景涛啊 我从来没有跟父亲说过 我爱你 我父亲也从来没有这样对我说过 但是我知道 他时时刻刻都爱着我 他往往用一些最简单的话 在表达着他的爱 比如说 一定把饭吃均匀了 一定注意健康 一定注意身体 就是这样非常朴实的话 我现在一年很难见到 我的父亲几面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通过电视镜头 去跟我的父亲说 爸爸我爱你 男人之间多半是用一种鼓励 我觉得男人之间的交流 确实是非常简单 也许一个眼神 也许一个手势 能像张爸爸这样 接身艺人带着孩子成长的 男人很不容易 不要说这样的男人不容易 女人也很不容易 男人都更不容易 所以我们希望 更多的演艺机构 和一些表演单位 能够给张磊更多的机会 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 而且身上有一股正能量 希望以这样的方式 我们帮助他生活越来越好 同时让他发挥出自己的才能 能够有所成就 同时祝愿你们 父子俩永远信 谢谢你做的一切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孩子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平时在生活当中 甭管矫情不矫情 肉麻不肉麻 多跟自己的父亲说几声 我爱你